大家好,我是五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你不要經常看TVB劇才行 還看 接下來ViuTV也有劇看 有什麼劇? 男兒當入樽 嘩,真棒 有人說 不,叫季前菜 都沒有說模仿 你吃屎吧,五仔 沒有模仿? 又找劉錫賢扮安西教練 竟然找他做安西教練 為何不找肥貓? 鄭則士呢 之前做過 沒理由那時候 鄭醫健也是他 現在也是他的 鄭醫健也說 現在同樓灣渣給人 你知道換了人嗎? 叫姜濤 同樓灣渣給人 已經不是陳浩南 退休了 請大家給我like支持 講一下這套季前菜 的劉錫賢 有很多話說 劉錫賢亞視忠臣 你不是應該簽ATV嗎? 讓阿姨頂了位置 之後頂了他出來 ViuTV接收了他 對了 劉錫賢 因為肥 很多病痛 說他差點窒息 就睡著睡著死了 他說 令到他一個人抑鬱 香港抑鬱很閒 兩個有一個 我們經常說開心指數 原來講一下劉錫賢最高峰 有315磅 為他未婚妻的決心 求醫減肥 他現在有什麼 其實對上劉錫賢 我只不過是記得 喬婆堅 喬婆堅 賭牌頭片 打你 喬媽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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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過來我給錢 你爸爸說 過來 是呀 爆起症做的契媽 那裡叫龍在邊緣 我去到這裡就對他印象 再之前就是 他其實來過柴灣 當時三國演義問答 他當主持 我當時小時候 我舉手 是答問題 以為自己很厲害 沒有了 不見了他很久了 現在出來做季前賽 劇集是講打籃球 姜濤呢 喂 好像說演戲這次也是做外賣仔 不是吧 是啊 報紙說你每次做外賣仔 為什麼 然後有些人說 因為他相似 哈哈 外賣仔 如果你說愛型 如果他不是明星的話 那麼 那姜濤其實也不像 翻寫字樓的白領 嗯 是啊 你像個年輕 有些年輕人像他 應該這麼說 其實很多年輕人抄他的樣子 所以你看到通街的年輕人 是MK仔 就是姜濤 沒有的 最紅的那個藝人 就會培育一班MK仔出來 就是當年亭峰 那些人說他是MK仔 根本亭峰就不是MK仔 你扮著亭峰就是MK仔 劉德華 我知心金頭髮就是MK佬 他根本就不是MK佬 你才是MK佬 是不是 人家現在說 姜濤是MK仔 蛇是外賣仔的款 不是sorry 是外賣仔扮他的 他是明星 不過你說他FITCAST 這樣做外賣仔 每次都做外賣仔 但是有些人問誰來的 姜濤不認識 很少出銅鑼鑼鑼鑼鑼 最新的和羅安開FITCAST 但陳浩南了也很緊張 stell紋 真的 intact 現在械前菜 劉石賢這麼多人喜歡 為何做安西教練 有人說你懂得ά 打籃球m 肥頭嘢宜 有人說劉石賢真的這麼快樂 劉石賢也這麼快樂 肥肥肥的一定是有病痛 一定 有人说不打篮球不能做教练 不懂打仗不能做军人 不懂超能力就不能演超人 演而已 可以的 没什么说服力 他的款式也不像做过运动 不是 他的款式不像做运动 你不要听漏我字 他的款式不像做过运动 成小好像没做过运动 因为从小到大都是肥 不是 他出道的时候其实是OK的 不太好动 他那时候不是太肥 刚刚出道刘石燕 小时候他是像 司军那种 不是特别肥 后期变成了山 说这套东西193 扮三井寿吗 193扮三井寿 那个故事似 又说坐牢出来 国家进193似不像监等 似不像更新人士 是自力更新人士 是的 似不像呢 193 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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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似 不像 有样子看的 有坐牢的人 有样子看的 他不像 因为我没见过这么高的 因为通常这么高的人 小时候已经很出类拔萃 人家的焦点 通常那些是有点人格扭曲 各样 或者是为世所逼 193这个样子 就算不用做明星 也可以做孤爷仔 最后加入 什么 痴汉蓝球队吗 ViuTV的名字 不是吧 官方剧照 制作特辑那些出了 透露的角色 就是一个坐牢的少年 在球场上找回人生第二次机会 摆明就是蓝宜多俊的三井寿 不是啊 不是啊 抄产吧 不是的 你觉得是吧 不是的 随便吧 说了193 找工作就碰碧 之后又说 凡事入育的过程 就会告诉你 你想看就进去看 他的剧集吧 不知道拍得好不好呢 ViuTV的剧集 经常都惹事 大叔的爱 我自己就 因为剧情方面 我就不喜欢看的 你说 打篮球是OK的 但是要拍得好的篮球 的剧集 真是难 会看一点 如果他留得住我 就可以了 另外看看 刘锡言 大家这么关注 他扮演安西教练 他现在瘦了很多 之前 胖到差点没命 肥的 其实是都市病 是问题 困扰 有些国家 以肥伴说 是当是伤残 什么 外国那些 有犯法 肥也犯法 不是的 如果你有心 吃肥 你不对自己的体重 做一个操控 是社会的负担 对 没错 年轻化的趋势 近年 肥仔言 这些肥了一世的艺人 肥就是他的招牌 原来27年前 已经有糖尿病前身 所以我经常说 什么是继时炸弹 我有个朋友也是肥的 他怎样呢 他怎样知道他自己有糖尿病 他的脚烂 烂了不好 他在家里有矮爛 他说那个厕所 有很多糖尿病 他的脚烂得不好 有糖尿脚 我的朋友二十多岁 不过三百多磅 又是 没办法 贪治 只有糖尿病 贪吃 那么肥仔言 后来更加有血脂的问题 血压高 这些慢性病 体重最高 就是315磅 令到他患上抑骨症 抑骨症 这些很普遍 对 香港每两个有一个 肥仔言有 随着年龄长大 他意识到身体下去 走下坡 滴起心肝 所以你看到现在的刘石燕 是瘦过最肥的时候 是的 原来他六十岁了 其实也很幸运 这样的体重 也可以活到六十多岁 我有些朋友真的 神奇了 说来就来的了 大家临时 是吧 这些最重要是自己 要小心点 他在未来太太的陪同下 他即刻减肥 是的 他最后都是为了女儿的 哈哈 有些目标也是好 是的 想不到他滴起心肝 竟然是为了女儿 那么肥 也没有听过他以前有什么 就是这样 他肥有很多问题 肥嘟嘟 是吧 1995年的时候 觉得自己的心脏 还是胃 不舒服 有心脏病的父亲 就带他去看专科 做了全身检查 发现心和胃都没事 没事 然后没事 但是发现原来有糖尿病 这也是麻烦的 他说那个年代大家对糖尿病没有太大了解和警觉 上网找资料才发现原来有糖尿病是一件很差的事 是跟你一世的 那就惨了 自此之后就背着药包 你当然了 你看西医 做运动就行了 真的可以 你血糖过高 宜岛素分泌什么 然后你就 其实你用得完 用得完就可以 这些是富贵病 是的 其实肥肥 那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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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回平常去吃少一点 做一下运动 我敢说 如果有糖尿病的人 当然看医生 看开看 你只是做心脏 或者只是扎码 我都包你 那件事控制得很好 走路也不行 你扎码 你每扎码的时候 你静止收缩 在用你的血糖 你这个人 你有运动才可以的 做多些运动 最重要 好了 那我先说一下 原来 刘石然的父母 都有糖尿病 身形也是偏肥 他是家族性遗传的肥胖 初期 当时用药可以医得到 但后来 他不是医的 用药可以 撕缓 死吧 又是西医的 掩饰病情的方法 对 对吧 吃了药咽不了 这次 后来年纪越来越大 发现糖尿病 引发了很多后遗症 唉 人家说三高 刘石然有多少高 哇 七高 不是身高 不是身高 身高 没有 他说 胆固醇 尿酸 也有他的份 尿酸和肾有关 我也有痛风 尿酸 我肾虚 有什么办法 是不是 天下间美女多的事 血压最严重 刘石然血压高 最严重 那他的血管都得天毒口了 其实勇以逼爆 其实他难听这些说 心脏没有事 心脏血管也没有事 这些真是执赢 执赢 那时候似自己二十多三十岁 一来吃药有控制 所以完全没有戒口 那你就死吧 就是死了 这些真的不建议 他说最高纪录血糖去到16 就是随时逛低的那一只 我身边的朋友 甚至比他更加上心 常常叫他 你注意饮食 注意体重 忠言逆耳 你有你说我有我吃 肥到成是猪 真的成是猪 猪的相就出来了 是的 他说他拍了《我来自广州》之后 常常回大陆登台 一个活动做几天 又要留宿 当地人又热情 喝喝吃吃 最长留四天 一天吃七餐 每一餐超多菜 你知道大陆那些 美食当前如何忍耐呢 最厉害的一口气 就是吃四只鸡 连皮吃 体重一发不可收拾 有史以来最高 315磅 非常夸张 其实 这些都是贪 你本身吃一只鸡腿也可以 或者你不吃也可以 吃豆也可以 你本身要杀四只鸡 你想想这些叶 多重 叶脱身 也是吃过多的 这些是富贵病 越来越脏了 糖尿病越来越严重 肥仔炎发现自己的行动 开始变得很迟钝 甚至几乎 接着就不理他 没有的 这一刻就没事 就当是没事了 我呢 如果有这些东西 因为我是敏感体质来的 翻风下雨 我都会影响到 可能我里面有风 我的血管等等 有些问题 我不会不理他 我会拍架子 拍五下 他那些淋巴 血管 我当你有什么 经常拍身是好的 我会跟你说 你经常说就是血栓的 血栓的 血栓塞你 血管没塞之前 他会小小小小的地塞 他不是一块地来的 他放在这里 你有些 叫做 有些波纹 你拍下来 好像有些涟漪那样震 其实是好的 就是周身拍打穴位 尤其是那些手教 屈埋的那些位 好像一条喉一摺 一摺 一摺 你经常拍穴位 那些关节位 其实就会好一点 我说刘石燕上次就不理他了 后来一次回到电视台 工作途中 在的士里不能呼气 不停想在车里乱走 乱走 乱走 疾色越来越厉害 到回复正常呼吸之后 立即去看急症 医生说 你疾色的原因 心脏不能复活 因为你胖 自此之后 看完这个医生 抑郁症又上身 无论是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 各样 好像背了很多炸弹 在身上 他一旦有头晕生气 我就看医生 胃有点痛 就怕有胃癌 医生说 你患了恐病症 好像我这些疑病症 不停胡思乱想 他严重很多 我会医治自己 我找人医治我的 他不是 其实很少的病 是会引发胃癌的 不过距离是远的 距离是远的 胃炎和胃癌之间 有一个很漫长的道路 你不理他 是会有的 那就是要你 截掉他 有些位置就是 要调理自己 譬如你可能 吃东西之前 喝得太多水 冲淡胃酸 都有机会的 要好好规律 你就没有这个问题 他现在就 说到他之后 因为很害怕 有疑病症 不敢见人 不想吃东西 同事打给他 叫他上班 他都用藉口告病假 背在家 完全不出来 想睡觉 最严重的是 看笑片 周围的人笑 他自己在哭 就想过死 令他开始 意识到自己的情况 越来越严重 肥仔炎 他的体重短短 三个月 315磅 跌到240磅 在他口中 是不似人形 但是身边的人 对他不离不弃 身体也帮你排走很多废物 这三个月 但是不开心的人 是会受的 我知道的 他记得 当时我傻到问医生 我是不是会死的 然后医生就叫我 明天带妈妈一起来复诊 我以为自己在死 原来他想跟我妈说 你儿子有严重的抑骨症 这样 如果医生你问我 你是不是会死的 然后我就回答你 谁都会死的 是的 但是你在生存的时候 得到什么的 那个治理能力 那个活动能力 才是最大的问题 我也想说 其实自己这样想的 一个人去到这么肥 你不要说 会不会周身病痛 这些事情 先不说 嗯 其实自己的行动 也这么辛苦 你要去到哪个位置 有些人很难去减肥 减肥 有些人说 幸好他有朋友支持他 是的 有朋友支持他 找他聊天 慢慢心情好 就升上280磅 那是好还是不好呢 对我来说 我看他当然不好 他最好是160多磅 就算了 不过如果他这么重 绑减一半 那些皮肤 不要紧 不是外观的问题 我经常说 外观也不能死人 肥肥也会死人 没错 经历过抑鬱之后 他说他体会到身体健康的重要性 原来人不能承受那么多病痛 很大压力 他就找一些不同的方法去减肥 试过乱吃减肥药 令自己暈倒在街上 这些人真是瘋 你缺乏运动还吃减肥药 你死得更快 你知不知一年里 那些人常常当那些类固醇 好像是毒药 在运动界死得最多的就是减肥药 并非类固醇 是类固醇 类固醇其实很难死人 通常是心脏 玩得很劲 那些健身 但是减肥药 是突然会令你心脏病暴弊 那种 他竟然这样吃减肥药 就暈倒在街上 有时候狂做运动 就令到他膝头疯 就负荷太重 就受伤 我有一些朋友也是这样的 肥仔 做运动狂做 又行山又減肥 然后膝头疼很痛 然后坐轮椅坐了半年 我有个朋友也是这样的 欲速不达 幸上运动就是王道 他说年纪大了 身体机能可以走下坡了 飞行狗运动未必能促健成效 就决定找中医营养师帮忙 然后再调理一下 最幸运的是他认识到未来太太 令他那几年经历过失婚和丧母伤痛的他 有了新的人生 原来四年前他离婚 放纵自己 去到母亲离婚之后 心情更加差 后来认识到未来太太 很照顾他 愿意陪他看医生 对他身体状态病情都很了解 下班之后又煮饭给他吃 他有二十年没有吃过家里饭 也算是之后过回幸福人生 因为他那个老婆 就是崇尚健康的人 之前也会吃素 为了遷就他 就陪他一起跟营养师餐单吃饭 就变成夫唱夫随 他这些幸运 其实他 那天真是对他不搏 因为很多人肥到这样 已经不能走下去了 好说不好听 是的 就算不要说真的叫做收工 是的 你全身病痛 连走路 连照顾自己都成问题 全身病 是的 他算是真的很好运 竟然最后 竟然最后 让他得到第二春 就帮到他 健康人生 上天 其实安排很多东西给你的 业可以是善业 可以是恶业 我看肥仔炎的人 其实没什么 鼻头有肉 内心无毒 肥仔的人 贪吃一些 对吧 所以 见到他现在没什么 他 又不用插着八九点 是的 现在有新剧 有他演出 是不是真的吸引到别人呢 我见到他扮演安西教练 真的有这么多赞 就先看了 没有的 是的 我们又不可以说一定好一定不好 我真的说明白 你ViuTV的剧集节奏再剪成这样 是 真的留不住人 是的 看看吧 看看 即管有些什么 看看姜濤能不能插得住 因为你也知道 电视剧是不能二刷三刷四刷的 是的 电影有人说 你不说姜濤 我没有看 你又没有请我去看 不是 你请我也不会请的 是的 所以就这样 先说到这里 看看 买什么胡闹 买什么药 下次再说 拜拜